欢迎收看西喜古怪三明通 我是Tiffany 这一次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占卜术呢 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扑克牌 好 所以这个在十元商店啊 十元一付 或是二三十元一付的扑克牌哦 那么扑克牌呢 其实跟塔罗牌是有点像的 因为它最早的原生 就是从塔罗牌衍生而来 所以啊 到后面因为家家户户 就已经把塔罗牌归类成算命的牌了 那么就把衍生出来的这个剩下的小牌 做成扑克牌 当作娱乐来用 现在呢 先介绍我们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Dang 但我不太想介绍你 因为你每次都出包 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要来介绍 特别来宾Albert 好 听说你比较会洗牌 所以要由你来洗牌我比较放心 因为它每次都 产生各种各样的怪状况 好 以前玩过扑克牌的游戏吗 在高中的时候有玩就是 占卜也有 对啊 就是测喜欢的人 对啊 然后都不是很好这样 都不是很好 好 今天我们玩的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扑克牌占卜法 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种 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从古欧洲流传下来的一些方式 好 这个剩下的牌 先给你洗 好 红 好 这四张牌你拿着 拿着 对对对 我们在玩牌之前呢 可以先看看你自己的宿命的扑克牌是哪一个 你可以 如果说你不太熟悉扑克牌的话 你可以先看四张A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牌 我比较喜欢大一的 好 好 这张拿出来 好 剩下的牌 我们可以洗一洗 然后你抽一张 好 红心 好 这是什么玩法呢 其实在我们玩游戏之前 先教大家一个很简单检测自己的 就是你最近自己呃 能呈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如果说你跟Albert一样抽出这张牌 它代表你最近的事业运工作运要起飞了 你也蛮专注在事业或是自身能力上的拓展 那么如果说你想的跟你目前做的刚刚好吻合 就表示运气症要到了 好 那盖住的牌我们抽出了一张 这就是Albert抽出来的是红心 那代表最近呢可能会有桃花运出现 当然是包括了对方喜欢你 或者是你遇上了喜欢的女孩子 那么这张牌就会出现 那就是意外的惊喜了 所以呢当你选到了这张牌 表示你最近应该好好在工作上跟事业上打拼 那么剩下来老天给你的好运气就是爱情 所以拥抱它吧 好 接下来其实就跟麻将占卜一样 不同的牌有不同的意义 比方说梅花石啦 红心6啦 或者是 红砖K啦 其实都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因为牌太多了 所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我们这边一样也准备了手板 谢谢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问题 我还挺关心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 你跟别人不一样啊 对啊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想问我的财运怎么样 我的工作怎么样 我的爱情怎么样 竟然是 诶 今天准备的手板都没有健康欲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健康欲 应该也蛮关心的 我们等一下还是来看看健康欲怎么算 好 一样哦 就是有四张牌 各代表了不同的花色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牌的意思了 所以一样 你在家里可以 赶紧的把你家中的扑克牌拿出来 选出四张S 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暂时还没有扑克牌的话 你现在还来不及跑到便利商店去买 没有关系 在家里找不要的名片 践踏了他人的名片 找不要的名片啦 或者是你自己把那个白纸撕成四等份 一样在上面用铅笔或是用 比较不容易透出纸面的那个笔 写上四个花色 红星 黑桃 红砖 还有梅花 好一样哦 牌背 来洗 来一样洗牌 我要想什么事情 现在就 我们现在要玩爱情运 所以想一下爱情运 刚才抽到了老天会给你爱情运 所以就顺便抽一下 那我附带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其实不管你是 泽薇斗书的爱好者 或者是西洋星座的爱好者 还是奇奇怪怪占卜的爱好者 都是一样的哦 你的身体状况会慢慢转好 会变得漂亮 眼睛会变得有神 这就是桃花云给你的一种化学效应